那我们上礼拜看到的 像我们有设计类似全家器这样的东西 有类设计SOR之类的 那我们后来出了一个习题 简单的 几个杂兜出来的电路 OK 那在做这种设计的时候 这种用区块的方式 这样用杂兜出来的设计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事情是 有一些语法 Velog是非常特别 那像这种Always里面 Always里面如果你有写说 O1等于I1 或O1等于NotI1这些 这个等号的前面 一定要是暂存器 一定要是暂存器形态的变数 否则的话编译器就会编译不过 那所以呢 你可以用这种写法 在Output后面加一个REG 这个宣告说它是一种暂存器 或者是先宣告Output在里面 再宣告REG 但是两个名字是一样 这样它也是一种暂存器 甚至你可以宣告两个名字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OutputO1 这边宣告一个R 那R等于NotI1 最后再用Assign 把R Assign给O1 这样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写程式的人的角度 我们会觉得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比较精简 但是以电路设计的人的角度 他们会觉得这种方式 他们才是真正他们会使用 为什么因为 或许电路设计的人不怕麻烦 电路设计的人不怕麻烦 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 这种方式才比较好 甚至他们的Input Output 通通都写在里面 他们不喜欢写在猜数上面 那这是一种 我觉得是文化上的差异 如果是我的话 我宁可写这种 那可是电路设计的人呢 他们就喜欢写这样 而且还要更繁琐一点 把Input Output 通通都放在里面 来写 我想应该不是 而是一种 就是他们 他们已经被训练成 要用这种方式来宣告 因为他们觉得说 在参数里面宣告的话 是一整排 一整排的形态 他觉得这样不好看 他宣告一条一条的 这样子他对每一条都很清楚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那这个Assign的东西呢 你可以直接把不是暂存器的东西指定 只有Assign也可以 其他的像Initial和NoWays都不行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接下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 上礼拜我们看的那种叫做区块式设计 也就是用杂集的电路开始一个一个都上来 然后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再都上来的方法 但是呢 在Vlog里面有一种比较方便的叫流程式设计 那流程式设计 说真的这个区块式设计和流程式设计 这个这两个名词是我自己用的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这样区分 可是为了让各位概念上比较清楚 从一个写软体的角度进去的话 概念上比较清楚 我们才做这样区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个Muse 就是多工器 你可以看到像这种写法 就是设计电路的人喜欢用 它会把F A B SELECT 通通都宣告成参数 但是没有宣告OUTPUT或INPUT 在下面再宣告INPUT OUTPUT 而且呢 他们的习惯是 绝对不会在一行宣告多个变数 所以我这样还算太精简 他们的习惯是 在一行只宣告一个变数 所以你看他们的程式很长 但是做的事情却很少 为什么 因为他们采用的写法就跟我们不同 好 OK 那在这里我们有用always这样的东西 那请注意你可以看到这个因为F是REG形态的变数 所以它可以在里面放在等号的左边 OK 好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上面这个例子这样写的比较长 事实上我们可以写的更短 把参数全部宣告在这里 然后呢一个always就结束了 所以两种方法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长短而已 那接下来呢 在always这种东西里面呢 就是永远都会执行 永远在某个条件下或在延迟几毫秒之后 永远都会执行 这种叫always 那initial呢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会执行一次 之后就不再执行 这个叫initial 那所以你要设出值的时候都会写在initial里面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一件事是initial这些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不会被合成到电路里面 initial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不会合成到你的FPGA或真实的电路里面 所以它通通都只有在你跑模拟的时候才会执行 那真正合成到电路的时候 你必须是这一块是空的 好 那always的是会合成在电路里面 那这部分在设计的时候要对于这种有没有合成的概念 有一个先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否则到时候你上FPGA你就发现说 为什么我有写它没有进去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是计数器 那计数器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有状态的范例 那我们要写一个计数器通常怎么做呢 以刚刚的例子我们说initial的东西通通都不会被合成到范例里面 不会被合成到电路里面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电路需要做一些触始的话要怎么办 你必须要有一个重置讯息 reset 就好像你电脑开机的时候 你是按了一个键 它产生了一个reset讯号 给CPU 给你的主机板 之后整个电路重置 重置之后 你才初始化 然后才开始运作 所以在这边加reset的用意就在这里 在reset的时候我把count设成0 reset的时候count设成0 接下来每次在clock的正边缘 在时迈的正边缘 我就把count加1 这样子的话 那它在reset之后count的是0 之后就会一直加1 那我们的模组很短 但是组程式很长 组程式很长 你会看到这是我们的组程式 但是其实可以不用写这么长 我们可以直接用monitor就好了 但是这边我们用display 用display 那它的执行结果会像这个样子 reset变成1之后 然后clock clock呢 在clock从0变成1的时候 i会加1 从0变成1的时候 i会再加1 所以就会这样 012345上来 那我这边试一次 给各位看 那请各位也 把它编译执行一次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康祖 Hunter我馬上做過了,上禮拜已經做過,所以今天等於是複習。 OK,Hunter這個程式,我們上禮拜有弄過, 我後來把三個Display變成一個Monitor,就不再重複了, 這邊後來改成一個Monitor,這樣就可以了,我把它貼上去好了, 免得有些同學不知道改成Monitor的寫法。 好,我先把這個貼上去。 然後呢,我再把這個Monitor的寫法貼上去。 好,那請各位可以試試看喔,這個用Monitor的寫法, 感覺會比較精簡,那它是指在狀態有變化的時候, 變數有變化的時候才會硬。 好,那請各位先試試看這一個程式,我已經貼上去。 謝謝。 מא�開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